下面呢我们来学习第20章当中的第二节金融市场 金融市场里边呢涉及到两个知识点啊 第一个就是金融市场的效率以及有效市场理论 第二个金融市场的结构 那内容比较多的也几乎是年年都考察的是金融市场的结构啊 我们首先呢来介绍这个金融市场的效率以及有效市场理论 在这个知识点当中重点掌握的就是市场有效性的划分 一共是有三种类型的 所以其他的内容呢我觉得简单了解一下就行了啊 首先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关于金融市场的运行机理 金融市场呢它包括很多类型了啊 比如说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同业拆借的市场什么票据市场等等啊 它是有很多类型的市场的 那么作为金融市场它所交易的是什么呢 就是资金啊 所以它会涉及到交易的双方是资金的供应方和资金的需求方 交易双方通过金融工具啊 这个是金融市场那有主体就是交易的双方 它通过金融工具来完成资金由供应方转移给这个资金需求方的这种过程 那这个就叫做金融市场的运行过程哈 所以金融市场呢它主要交易的这个对象是比较的特殊的 就是资金 就跟我们这个菜市场一样 我们菜市场呢所交易的就是这些青菜哈 就是这些我们所需要的蔬菜 然后也有交易的双方有买方有卖方 而金融市场它交易的就是这种资金哈 所以呢资金由供应方转移给资金的需求方的这样的过程 就是金融市场的运行过程啊 那比如说在股票市场当中资金的需求方呢就是上市公司 这些上市公司呢通过发行股票筹集来资金 在用到自己的生产经营方面哈 用到自己的发展壮大方面 那这个它就属于资金的需求方 然后买股票的这些投资人呢 它就属于资金的供应方哈 所以通过股票的这样的金融工具 就完成了资金由供应方转移给需求方的这样的过程 当然这个过程呢像刚才说的股票市场 实际上它就属于资金供应方和需求方 直接来进行资金交易的这种市场 那也有间接交易的 比如说资金的供应方把资金提供给了金融中介 就像商银行就属于金融中介呀 还有像这个各种基金 它也属于金融中介 那把这个资金呢提供给金融中介 金融中介呢再把这个资金呢 再提供给资金的需求方 那这样的过程呢它就属于间接的金融 所以金融它整个资金的这种交易过程呢 是有直接的供应方和需求方之间的这种交易 还有间接的就是要通过金融机构 来完成资金供应到这个需求方的转移的过程 这个我们了解一下就行了啊 总之呢作为金融市场 它必然是有交易的双方啊 另外还会涉及到金融机构这种媒介 就是金融中介 另外还会涉及到他们交易的媒介哈 也就是金融工具 那关于金融市场的效率呢 指的就是金融市场实现金融资源配置功能的这种程度 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金融市场啊 它是能够以最低的交易成本 为资金的需求者提供金融资源的这种能力哈 这种能力越强的话 那说明金融市场就越有效率 那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资金需求者 他获取了金融资源之后呢 他能够为社会提供有效产出的这种能力 那当然这种能力越强 说明这个资金呢配置的就比较的适当哈 就说明这个金融市场是比较有效率的 所以说一个高效率的金融市场呢 他都能够将社会有限的这种金融资源 配置给他这个最好的 或者说这个效益最好的这种企业及行业 这样能够创造出来最大的产出啊 这就是高效率的金融市场 另外就是金融市场效率的发挥呢 它是以资本的合理运动 我们也可以把它说成资金啊 就以资本的合理运动为前提的 这个资本都是足利的 它是在不断的运动的 在不间断的运动过程当中呢 就能够使社会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啊 这个就是关于金融市场效率里边 所谈到的一些基本的知识 当然比较的专业和抽象了 大家重点关注一下 就是相对有点可考性的呢 那就是金融市场效率 它一共涉及到两个方面 这两个方面都是什么 去看一看啊 那下边呢 我们再说一下有效市场理论 关于有效市场这个定义 你要知道是由谁提出来的 是由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教授法马提出来的 这还没有考察过啊 美国教授法马提出来有效市场定义 那什么是有效市场呢 有效市场指的是 如果在一个证券市场当中 价格呀完全反映了所有获得的信息 就价格完全反映了 这个市场当中的信息 没有信息的不对称 那也就是在金融市场当中 交易双方啊 能够充分的掌握信息 那他们的信息是对等的 那这个时候 每一种证券的价格都永远等于它的投资价值啊 那这样的市场呢 是最有效率的市场 就称这样的市场是有效市场 这就是有效市场的定义啊 所以在这个定义当中 它主要谈到的就是价格能够完全的充分的反映所获得的信息 那就是说市场到底有效还是无效 效率高还是效率低 主要看一下就是交易的那种证券的价格 它对于信息的一个反映的程度 所以按照信息对证券价格的影响程度哈 可以把市场的有效性分成三种类型 这三种类型是弱形的强形的和介于二者之间的叫半强形的效率啊 那考试呢 这块就是重点了 也就是说你需要去识别弱形效率 半强形效率强形效率的这种市场啊 是什么样的意思 所以就是看信息 它对于证券价格的影响程度了 那首先呢 我们来看弱形效率的市场 那就说明市场的有效性啊 是最低的啊 它属于证券市场效率最低的程度 当然价格所反映的信息也就应该是最窄的 或者说呢 信息对于证券价格的影响哈 应该是这个最小的 那在这里边是什么样的信息呢 就是如果有关证券价格的历史资料 比如说所公开的这些历史的交易价格呀 交易数量啊 它对于证券价格变动是没有任何的影响 这句话反过来去说 就是证券的价格 它充分的反映了证券的历史资料 反映的仅仅是这样的历史信息的话 那就说明市场达到弱形效率 所以弱形效率呢 这个证券价格所反映的信息是历史资料 历史资料对应的是弱形效率 我们再看半强形效率 那这种证券市场的效率呢 是属于中等程度的啊 它是说如果有关证券的叫公开发表的资料 那当然公开发表的资料里面就会包括证券的历史资料 它也包括未来的一些公开发表的资料 比如说公司对外所公布的盈利报告啊 对未来的这种预测呀 发展的规划呀等等啊 那像这些呢 都是有关证券公开发表的资料 那这些资料 这些信息对于证券价格变动没有任何影响 那意思就是说证券的价格充分的反映了公司公开发表的所有的信息 那就说明这种证券市场呢 达到半强形效率 显然公开发表的这些资料 它包括历史资料 它的范围是要比历史资料更广的啊 那下边再看强形效率 强形效率呢 它是属于证券市场效率的最高的程度 说的是如果有关证券所有的相关信息 既包括公开发表的资料 也包括内幕信息 对于证券价格的变动没有任何的影响 也就说明证券的价格呢 充分的及时的反映了与证券有关的所有的信息 则证券市场达到强形效率 那当然所有的相关信息肯定是包括了这个半强形效率里边的这个公开发表的资料了 那也包括一些内幕的信息啊 也就是没有公开发表的这些资料 反正证券价格是充分的都能够把这些信息反映出来 就不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 所以这个就叫做强形效率的市场 也就是我们前边所介绍的有效市场的基本意思 这是理论上边存在的一种类型的市场 现实当中它一定会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等啊 所以必然是弱形效率或者是半强形效率的市场 好了以上呢是关于证券市场有效性的类型哈 那我再说一下这个类型呢是弱形强形介于二者之间的半强形 那当然证券市场的效率呢 这个程度也就是这个最低程度最高程度 还有介于二者中间的这种中等程度 那关于信息呢 那就应该是最窄的这个历史资料和最广的所有的相关的信息 还包括介于二者之间的这种公开发表的资料啊 所以就是信息呢 就是证券价格所反映的信息哈 是由少到多的 那么证券市场的效率呢 它也是由低到高的 是这样的过程哈 所以你能够把关键点对应上就可以了 比如说弱形效率的市场对应的是历史资料 而半强形对应的是公开发表的资料 那强形呢对应的就是所有的相关信息啊 那这样对应好了 基本上我们这块要出题的话都可以做正确的选择了 下边我们来看一看啊 2020年这道多选 根据有效市场理论 证券市场的有效性可以分为不同类别 这些类别主要包括什么呢 你看A半弱形效率 B弱形的 C无效率 D半强形的 E强形的 你说这类型就这样的二分不是很容易拿到吗 叫弱形强形 鉴于二者之间还能叫半弱形啊 那应该叫半强形嘛 所以是弱强和半强啊 这样呢我们选择的是B E 还有D啊 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 那下边呢我们再看18年这道单选 根据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发码 关于有效市场的定义 如果有关证券公开发表的资料 对证券价格变动没有任何影响 则证券市场达到 什么效率呢 你看信息是公开发表的资料 比历史资料要多 比所有的相关信息要少 所以证券市场的效率就介于中间 介于弱和强中间 那应该叫半强形啊 所以这个题选择的是A 半强形效率 那当然考试的时候 谁知道是考历史资料呢 还是公开发表的 还是所有的信息啊 所以就是你要做到举一反三嘛 就是说我们这里边呢 通过这一个体 你就基本上能够把我们整个证券市场的这个效率的划分哈 这个基本的概念掌握清楚了 历史资料对应弱形的公开发表对应半强形的所有的相关信息 对应的是强形效率的市场 这个就可以了啊 好那关于金融市场的效率和有效市场理论这个知识点也就给各位讲解完毕了 重点就是有效市场这个定义是由谁提出来的 是什么含义 那市场的有效性分成三种类型都是什么 分别是什么样的含义 好下边呢我们来介绍这一节里边的金融市场结构这个知识点 关于这个知识点呢 首先你需要知道一下金融市场啊 那前面也给大家介绍了 就是资金的供给者和资金的需求者通过各种金融工具相互融通资金这样的场所 这就叫金融市场 那关于金融市场呢 它按照市场上边交易的金融工具的期限的长短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这两种类型呢就叫做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 现在你来看一看就是通过字面印啊 你看它是按照金融工具的期限长短 因为市场当中金融市场当中 供给者和需求者相互进行资金交易必须是要有金融工具的 而这个金融工具呢 按照期限的长短分为货币的和资本的 那你就从字面印上边来看一看货币市场 那交易的金融工具期限是长还是短呢 货币市场货币两个字就决定了这个期限是比较短的 流动性是比较强的 所以呢货币市场上边交易的金融工具 期限是短的 而资本市场 那我们还应该记得资本贷款 在这一章第一节里边 我们是不是讲过资本贷款啊 就是贷款按照用途可以分为什么 有资本贷款 有商业贷款 还有消费贷款吧 那资本贷款 那这个贷款到底买啥呢 就是买这些固定资产啊 进行设备的更新改造什么的是吧 所以它肯定是金额比较大的 期限比较长的 那么像这样的市场啊 它就属于资本市场 所以资本市场上边交易的金融工具 期限都会比较的长 那到底是短还是长 用什么样的时间来界定呢 就是一年 如果这个交易的金融工具 是在一年及一年以内的话 这样的市场就属于货币市场 它的功能呢 主要是解决短期资金的融通哈 解决短期内资金余缺的融通问题 这就叫货币市场啊 所以货币市场呢 紫市场呢 你主要是按照交易的金融工具来说哈 那就有同业拆借市场 也就是这个银行和那个银行之间呢 来临时有个资金的借贷哈 临时性的 所以期限都会比较的短 还有票据市场交易的是各种类型的票据 票据的期限那通常都是短于一年的 还有短期债券市场也是这种债券呢 期限比较短哈 短于一年的 那这种市场就属于货币市场啊 接下来再看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呢 那交易的金融工具的期限呢 通常都是在一年以上的 所以它的功能呢 就是供应长期的这种货币资金啊 长期的 所以主要解决的是投资方面的资金需要的啊 比如进行无形资产啊 固定资产的这种投资 那需要这个长期性质的这种资金 那这个就要在资本市场当中来获取 而资本市场又有哪些紫市场呢 包括股票市场 长期债券的市场 投资基金市场 这些紫市场都属于这个资本市场啊 所以就是要区分这个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紫市场 如果人家要考你 一下属于货币市场的紫市场有哪些 这个资本市场的紫市场有哪些 那你是能够做正确的选择的 另外要注意一下啊 就是外汇市场 作为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啊 你是不能够简单的把它划归为资本市场 还是这个货币市场的啊 它是不同的一个划分的类别 你就不能够按照所交易的金融工具的期限长短来做分类啊 那按照期限长短 是把这个金融市场分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 那外汇市场既不属于货币市场 也不属于资本市场 它就不能够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进行分类啊 好 这是关于金融市场的一个类型的划分 什么是货币市场 什么是资本市场 各自有哪些紫市场 需要大家清楚 那下边呢 我们就把相应的一些金融市场的紫市场的一些内容呢 再给大家说一说哈 在考试当中呢 也是比较容易考察到的 各自市场里边啊 我们教材上边一共是介绍了七种类型的市场 首先第一种呢 叫同业拆借市场 关于同业拆借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金融机构之间的临时性的资金借贷的这种行为哈 这个就叫做同业拆借 金融机构之间以货币借贷方式进行短期融资啊 短期资金融通活动的这样的市场就叫同业拆借市场 那关于同业拆借市场 你说这个金融机构之间临时的介入资金会是免费的吗 说我这个银行从你那个银行介入资金 那这是免费的 我不付出任何的代价 那是不可能的 是需要付出相用的代价的 我从你那借钱 我就需要去付出一定的代价 这个代价就是使用你资金的成本 而这个成本是什么呢 就叫做同业拆借利率啊 那关于同业拆借利率 它是经济当中反映整个信贷资金供求状况的一个指标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啊 我们是在第十九章里边是讲过中央银行的中介目标 而中介目标里边是不是有个利率啊 利率指的是什么呢 短期市场利率 短期市场利率在限制当中主要用什么 主要用的就是同业拆借利率 以及短期国库券利率 那就涉及到同业拆借利率哈 所以作为这个同业拆借利率呢 它是经济当中反映整个信贷资金供求状况的一个指标 在国际货币市场上边比较典型的有代表性的同业拆借利率 就是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 好这是关于这个同业拆借 它所付出的代价是用同业拆借利率来表示的 那下边呢再说一下同业拆借资金的用途 就是说从其他银行临时介入资金干嘛呀 主要用于弥补短期资金的不足 票据清算的差额 以及解决临时性的资金短缺问题 你临时介的就要用到短期这个资金需求上边哈 所以这块都强调的是短期 短期资金不足啊 临时性的也是短期的 用到短期的资金不足 短期的资金短缺上边 然后这个票据清算的差额也是这个临时性的啊 所以这个同业拆借资金的主要用途还是需要大家掌握的 另外就是同业拆借资金有什么特点 显然期限比较短呢 期限短流动性就高啊 那它的利率敏感性比较的强 交易也比较的方便 所以同业拆借市场成为货币市场主要的组成部分 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同业拆借市场来调剂头寸 就是调剂它的余额啊 资金余额 中央银行呢 可以通过同业拆借市场来实施宏观调控 拆借利率呢 它也是中央银行的中介目标啊 好 这是关于同业拆借市场需要大家掌握的知识啊 这也是属于比较重要的一桌子市场的类型啊 那下边呢 我们再说票据市场依然比较的重要 而且随着考试次数的不断的增加啊 那它所考察的知识点也是越来越细致了 首先你要知道票据市场啊 它所交易的金融工具就是各种类型的票据哈 以各种票据作为媒介进行资金融通的市场就叫票据市场 那么具体来说都有什么样的票据呢 那根据票据的种类可以把票据市场分为商业票据市场 银行承对汇票市场 银行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市场 还有短期以及融资性的票据市场 那主要还是重点关注商业票据 银行承对汇票 银行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 那这里边呢 我们要知道票据市场当中 最主要的两个子市场 就是商业票据市场和银行承对汇票市场 这个也是在以往的考试当中考察过的啊 商业票据和银行承对汇票 关于商业票据的概念是需要大家掌握的 银行承对汇票呢 这个概念我们就不多说了 但是我会把这个大概的意思给大家解释一下啊 我们先说最重要的商业票据 商业票据呢 它是一种短期无担保的证券 注意它的概念啊 是由发行人 一般是信誉比较高的 实力比较雄厚的大公司 为了筹措短期资金或弥补资金的缺口 在货币市场当中 向投资者发行并承诺在将来一定时期长付的票据本息 这样的凭证就叫做商业票据 这个概念当然你不需要去背 但是你一定要听完了之后能够懂它到底什么意思 而怎么能够搞懂呢 像商业票据 它就是一种凭证 什么样的凭证呢 借钱的凭证啊 谁发行的就相当于谁在这种货币市场上边来借钱呢 那么谁来发行的是银行发行的吗 不是啊 是那种实力比较雄厚的这种大公司来发行的 他发行的这种凭证啊 然后他来承诺在将来一定时期长付票据的本金和利息 就是由谁发行的 由大公司来发行的 那由他自个来承诺兑现的 那这样的票据 他就叫做商业票据啊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 比如说某一个大型的企业 他购买原材料 但是呢 没有直接支付现款 而是先发了一张商业票据 那这个商业票据呢 是由这个买东西的大企业来发行的 那他就把这个票据呢 就给了材料的供应商 材料的供应商拿到商业票据 意味着什么呀 意味着就是 就是在商业票据到期的时候呢 他可能就会收到票据的本金和利息 你看我用了一个可能哈 那意思就是可能收到 也可能收不到 那一旦说商业票据到期了 这个六个月的商业票据哈 那到期了之后呢 本来是应该收到票据的本息的 但是作为先发商业票据买原材料的这个大企业呢 当时账上就没有钱 所以依然还是没有办法把这个款项给供应商的 那此时这个商业票据呢 到期了没有收到钱 那就会转化成纯信用的这种借款 就相当于这个票据款没有收到 那他没有收到钱 那依然还是那个大企业欠供应商的 所以供应商呢 就会由票据的这种形式的债权 转换成纯信用的这种债权哈 所以如果用会计的项目来说的话 那就会由应收票据转化成应收账款 但这样一说你可能会比较的糊涂哈 你就知道大概的意思就是 这个商业票据一旦到期了之后呢 作为持票人可能收到票款 也可能收不到这个票款 那么作为这个签发票据的这一方 和持有票据的这一方 他们之间呢 就是这种借贷的关系啊 是纯的企业的这种信用 来进行资金的这种往来的 那这个呢就叫做商业票据 所以商业票据概念里边 你主要掌握的是谁发行的 谁来承诺的啊 那有一句话你应该就懂了 商业票据是以企业间的直接信用 来作为保证的 他没有银行的这种介入啊 那下边再看银行承队汇票 银行承队汇票你看 这是不是有一个承队啊 谁来承队的什么叫承队啊 就承诺兑现啊 在票据上边如果银行承诺兑现 他会盖一个承队章的啊 那是由银行承诺兑现的这种票据 这就叫银行承队汇票 银行承队汇票啊 它基本的意思呢 依然还是啊 是这种大公司发行的 然后他发行了之后呢 他会申请银行来进行承诺兑现啊 也就是说这个票据呢 银行盖了成对章了 银行承诺兑现 银行承诺兑现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一旦这个票据到期了之后 作为持票人啊 也就是那个卖东西的那个一方 也就是供货商啊 他拿这个票据 当票据到期了 他必然会收到票据款 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票据是银行承诺兑现的票据 到期了之后 即使签发的这个大公司 他账上没有钱的话 那么银行就会替这个大公司 把这个票据款垫付给收款方 所以就相当于是这个大公司呢 向银行借入了相应的款项哈 所以站在持票人收票款的这一方啊 他必然是能够收到款项的 那就是一旦那个签发方 他要是没有钱的话 银行会垫付上 这就是说银行承诺兑现了 所以这种票据呢 站在持票人的角度 他这个安全性会更高一些啊 也就是说基本上是可以收到票据款项的 这样相当于这种票据就比较特殊了 因为是银行承诺兑现呢 所以会有银行的信用在这个票据里边哈 那他是银行信用和商业信用的一种结合体 这就是银行承诺汇票 就是大概的意思你能够知道 然后重点掌握银行承诺汇票 他是有银行信用在里边的 是银行的信用和商业信用的结合 而商业票据呢 是大公司签发 大公司自己承诺兑现的 所以他相当于是企业间的 直接信用来作为保证的啊 好这是关于商业票据和银行承诺汇票 那下边呢 关于票据市场里边 还有这样的票据 叫银行大额可准让定期存单 你看这个名字还挺长的哈 叫银行大额可准让的定期的存款单 叫银行大额可准让定期存单 就从这个名字上边 你都应该知道 这是一个存款单 那是银行来发行的 它和商业票据 银行承诺汇票不同哈 它是银行发行的 金额比较大的 这种定期的存款单 而且这个存款单呢 是可以相互转让的 那这个就叫银行大额可准让定期存单啊 从名字上面基本上就能知道它是啥意思了 那我们就看一看关于它的特点哈 银行大额可准让定期存单是不记名的 它可以转让哈 它是不记名的 是属于批发性质的 很多银行都会有这样的 这个存款单啊 那这种存款单呢 金额往往都是几十万起的啊 所以就是金额会比较大 然后属于批发性质的 存款单的金额是由银行来确定的 一般也都比较大 利率呢 是既可以固定 也可以是浮动的 这个利率啊 是可以固定 也可以浮动啊 好 这是关于银行大额可准让定期存单 它的基本特点 这一块的内容我一直在强调 那去年还真就考察到了啊 因为它真的是 要是这个很细致的去考的话 那就剩这一块没咋考到了 而且你一看这个特点 它就具有很强的可考性 那真就考察到了啊 也有可能还会再考察 所以要知道它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啊 批发性质的 不记名的 金额很大的 利率可以固定 也可以浮动的 这样的存款单 那就叫银行大额可准让定期存单 好 那下边呢 我们再看一下 第三种类型的紫市场 叫做债券市场 关于债券市场 那当然交易的金融工具就是债券了啊 它是发行和买卖债券的这种场所 是一种直接融资的市场 所谓直接融资呢 就是资金的供应方和需求方 直接来进行资金的交易 不通过银行等信用中介啊 那你像这个企业 它发行了债券了 通过发行债券说明它缺钱哈 那它通过发行债券 它就是资金的需求方 然后呢 资金的供应方 也就是有钱那一方 它会买这些企业的债券 买这个企业的债券之后呢 就把资金提供给这个企业了 他们之间呢 不需要经过这个银行等金融机构啊 不需要它再倒个手 那资金供应方和需求方直接来进行资金交易 所以它就属于直接融资的市场啊 那作为债券呢 按照期限来说 它既有短期的也有长期的 短期的债券市场 那它就是货币市场啊 长期的债券市场 那它就是金融市场 长期的债券市场呢 那它就是资本市场啊 所以说 作为债券市场 既具有货币市场的属性 又具有资本市场的属性啊 好 下边呢 我们再看一看 关于债券市场 它的类型 按照市场组织的形式 它可以分为厂内交易市场 和厂外交易市场 而按照期限 可以分为短期的 中期的 和长期的债券啊 短期一年以内的 中期的是一到十年的 长期的是十年以上的 那一般一年以内的 这不就是货币市场吗 货币市场交易的 就是这个短期债券的 这种货币市场啊 它所交易的金融工具 就是短期债券 然后在这个债券市场 当中呢 有一种叫短期政府 债券市场 交易的是短期政府债券 那关于政府发行的期限 又很短的这种债券 有什么特点呢 违约风险小 因为是政府发行的 那是靠着政府的信用 来这个融通资金的 所以违约风险肯定很小啊 短期限又短 流动性肯定比较强 面额比较小 收入最关键的 收入是免税的 那你看国债的利息 我们在个人所得税里边 可是学过的啊 那关于国债的利息收入 是免税的 收入又免税 就这么多的好处啊 所以说各个金融机构 几乎都参与短期政府债券市场的交易 这是关于金融市场当中的子市场啊 就是债券市场 那下边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四种子市场 就是股票市场 股票市场呢 从我们这个英式的角度来说 它并不是特别的重要 我们大概了解一下就行了啊 它就是股票发行和交易的这种市场 这叫股票市场 大家应该比较熟悉的股票市场呢 就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是我们国家内地的境内的这种股票交易的市场啊 那关于股票市场呢 它又可以分为发行市场和流通市场这种类别啊 那发行市场也叫一级市场 流通市场也叫二级市场 活跃的流通市场呢 是发行市场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 关于发行市场啊 它主要的参与者就是上市公司 这个上市公司呢 要发行股票了啊 那么它就会把这个股票啊 最初卖给购买的这种投资者啊 那还有一些金融机构的这种参与啊 所以就会有卖方上市公司 还会有买方投资者啊 那还会有一些这个中介机构啊 有中介机构 这个是发行市场的主要的参与者 接下来流通市场就是二级市场了 就是说人家这上市公司啊 已经把股票发行完了 发行完了之后 这些股票呢 就会在这个股票市场里边来进行交易了 那么关于投资者之间呢 来对这个股票进行交易 比如说我把这个股票买来 一百股 然后我想把这个股票呢 再给它卖出去 转手再卖 那这种这个投资者之间的这种股票的交易呢 它就是要在流通市场上边来交易哈 所以流通市场呢 主要的参与者就是投资者 这个呢是关于股票发行和交易的这种场所啊 然后如果按照市场组织形式呢 就可以分为场内的交易市场和场外的交易市场 主要还是场内的交易市场啊 就是股票交易所啊 就刚才我提到哈 像有上海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啊 那当然还会有香港的 还会有纽约的啊 那我们这里边呢 就是简单知道一下 就是关于股票呢 在这个证券交易所啊 来进行交易的话 这就属于场内的交易市场 场外的呢 也叫柜台的交易市场 了解就行了 好 下边再说第五种子市场 叫投资基金市场 那什么是投资基金呢 投资基金是一种利益共享 风险共担的集合投资的方式 它是一种金融中介机构 我先把这个概念给大家读一读 然后再做解释啊 它就像那个商业银行一样 是属于金融中介机构啊 通过发行基金单位 干嘛呢 集中投资者的资金 由基金托管人来托管 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和运用 从事这个股票债券 外汇货币等金融工具的投资 来获得投资收益和资本增值 并分配给基金持有者的机构 我知道我读完了 你也不懂啊 大概的意思啊 不知道你是不是买过基金啊 那我估计呢 可能很多的人手里边都会有基金啊 有的人说我没有主动买过基金啊 我就不敢做这些基本的投资 但是你有没有余额保啊 那你要有余额保的话 实际上你已经买了基金了 那也就是买了一只货币基金啊 那基金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刚才我给概念已经读完了 那基本的意思就是 这个基金管理公司 他发行了基金 会涉及到基金管理公司啊 那比如说天红基金管理公司 那他是一个基金管理人 他来发行一只基金 然后大家呢 就都会买这只基金啊 就很多人会把资金来购买基金 能听懂了吗 资金你手里边的钱吧 来购买基金 那这只基金呢 就筹集了很多来自于 这个社会公众的这种资金啊 筹集来资金之后 他会干嘛呢 你说他那么大量的资金啊 是不是他自己来进行这个管理呢 就是说这钱呢 收啊出啊 这个都由他来管理 然后他把这个钱呢 买股票买债券哈 也都由他来进行操作 那这个问题可能就会大了 那很有可能呢 这个基金管理公司就会出现挪用各方面的这种情况哈 我们的资金就不安全了 所以会有一个基金的托管人来托管资金 所以资金的收与付哈 这个基金管理公司 他是不能够管的 一般都是那种比较大型的银行金融机构来进行托管哈 是呃这些银行啊 金融机构专门来负责资金的这个收与付的来进行资金的这种管理的这个就叫基金托管人来托管哈 然后呢基金管理人也就是基金公司 他的每一支基金都会有专人来进行打理的 这个专人呢就叫做基金经理 基金经理会把这些社会公众筹集来的资金呢 用于股票啊债券啊外汇啊 或者用于购买一些其他的金融工具 也就是会把这些钱呢用到投资上边 那一旦他要买这个股票啊债券啊外汇啊等等 他要动钱了的话 那他是需要经过基金托管人的这个同意的 就是基金托管人那块是把资金来进行这个相应的划转啊 他只是负责具体的操作进行股票债券进行投资的这种操作啊 那么通过这种操作呢 就会把社会公众那块筹集来的资金呢进行了投资了 然后就有相应的一些收益哈 这个收益呢就有所有的基金投资者 共同的来分享 当然不见得就有收益哈 也有可能会有损失 那这些损失呢 也要由这些基金的投资者共同来承担 那你说这基金管理人 这基金公司他赚的是什么呢 他根本不会赚那个投资的收益 他所赚的就是我替这个投资人来理财了吧 我帮你们理财吧 你们自己不会买股票 不会买债券 那我帮你们买呀 但是我不能这个白受累吧 你们得给我点辛苦钱吧 所以这个基金管理人他所赚取的就是管理费 这个管理费还是挺多的啊 也就是这个投资呢 不管是赚钱了还是赔钱了 那基金管理公司那始终都是赚钱的 因为他提供的是一种服务啊 那就是一种理财的服务 所以这个基金呢 就属于金融中介机构 他是把社会公众啊 把投资人手里边的这些资金筹集来 然后用这些基金呢 然后用这些钱呢 再做相应的投资 所以他就是金融中介机构啊 那么证券投资基金 主要投资的是股票和债券 那这种投资基金 他的优势是什么呢 就是主要表现为专家理财呀 那我们自己又不知道买啥股票 买什么债券 怎么把自己的这个资金用起来赚取更多的收益 咱啥也不懂啊 但是基金公司 基金经理 他的经验都比较的丰富啊 所以他们懂那我们就把这个钱呢 交给他们 让他们来给我们进行投资哈 然后我们给他们点这个管理费 那相应的投资的收益呢 我们可能就会比自己来进行投资 能够赚的更多一些 我说的是自己啥都不懂的情况下哈 然后你又想让自己的资金能够获取一些额外的收益啊 产生一定的增值 然后就委托这个基金公司来替我们进行投资 就这个意思啊 所以他表现为专家理财的这种优势 这是关于投资基金市场 下边第六个叫金融期货期权市场 金融期货市场呢 是专门进行金融期货交易的这种市场啊 而金融期权市场呢主要是进行金融期权交易的 那什么是期权呢 期权就是未来的一种选择权 期就是未来呀 那权就是选择权 那未来选择什么呢 就未来可以选择买或者是卖一定数量证券的这种权利 所以金融期权交易 他所交易的就是选择权啊 那这个就是金融期权交易 但不管是金融期权市场还是金融期货市场 都还是风险比较高的 属于金融衍生品的这种市场啊 最好还是少接触 那关于这个理论上面啊 实践当中 因为我们可能都是理财的小白啊 所以就是尽量的少接触这种高风险的这样的金融工具 但理论上面呢 说真的我这个功课它也不重要 我们功课这块呢 也还是就稍微了解一下就行了啊 关于金融期货市场 是具有锁定和规避金融市场风险 实现价格发现的这种功能 不多说了啊 这个是关于金融期货期权市场 那下边呢再看第七种子市场外汇市场 它既不属于资本市场 也不属于货币市场啊 它是由中央银行 外汇银行 外汇经纪商和客户组成的买卖外汇的交易关系的这种 总和啊 就是外汇市场 关于外汇市场就不多说了啊 那这样呢 对于金融市场的七个子市场的内容 也就给大家说完了 那显然我们的重点呢是在前边啊 涉及到同业拆借市场 票据市场 债券市场 这三个会可考性更强一些 下面我们通过一些题 把前面所介绍的知识点复习一下啊 来看2020年提到多选 属于货币市场子市场的 一谈到货币市场 那就说明交易的金融工具期限很短啊 那在这里边 短期债券市场 有短期啊 那当然是货币市场啊 B股票市场 它是属于资本市场 C银行成对汇票市场 那票据市场就属于货币市场 金融期权市场 它不属于货币市场 也不属于资本市场 就是资本市场里边也没说这个期权市场 没说咱们就不要做选择啊 就是说期货市场期权市场 咱们前边并没有交代 是属于货币市场还是资本市场 实际上是可以放在资本市场里边的 但是教材没说 我们就不用管它了啊 那接下来 E投资基金市场 这个是属于资本市场啊 资本市场 所以这个题啊 属于货币市场的 此市场应该就是A和C了啊 咱就按教材上边的来 货币市场给你列举了哪些 资本市场给你列举了哪些 那我们就是根据教材的这个基本表述 我们去做相应的选择就可以了啊 有一些教材里边呢 像期货啊 就金融期货市场 它是归在资本市场当中的 但我们教材并没有详细的介绍 除非真的没别的可选 那你就把期货市场啊 顺带着还有期权市场啊 那你就给它放在资本市场当中啊 我说的是除非没有别的可选了 那你要选资本市场的话 你就把期货啊期权啊选出来啊 但教材可没有特殊强调啊 那下边我们再看这个多选 银行大额可准让定期存单的特点 有什么呀 A均采用浮动利率 你再给我看D 均采用固定利率 均采用浮动的固定的都是错误的 G可以是浮动的 也可以是固定的啊 接下来B是不记名的存款凭证 对是不记名的存款单 C存单的金额一般较小较小还能叫大额的 显然C就是错的嘛 E属于批发性质的金融工具 这是正确的啊 一批这样的存单 然后往外进行销售哈 那关于这个题目呢 我们选择的是B和E 你看2020年呢 它就考察到了 银行大额定期可转让 你看2020年呢 就考到了银行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的特点 它完全还是可以考出来的 所以还是需要大家重点的关注一下 好 下边我们再看18年这道多选 票据市场最主要的子市场包括什么呢 A商业票据市场 B融资性票据市场 C短期票据市场 D银行承对汇票市场 E银行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市场 最主要的子市场就是两个票据 包括商业票据和银行承对汇票 银行承对汇票 选择的是A和D 这是要记一下的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2011年考到的单选题 这个题是说 某大型公司为了筹策资金 在货币市场上边发行 5000万元短期无担保的证券 并承诺 谁发行的 这个大公司发行的 谁承诺的 他自个承诺的 在三个月之内 偿付稳息 该公司采取的这种金融工具 属于什么呢 A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 B商业票据 C成对汇票 D同业拆解 大公司发行并承诺兑现的这种 凭证应该叫啥呀 叫做商业票据 选择的是B 通过这个题 大家重点复习的就是 商业票据的基本含义 要知道商业票据呢 是企业间的直接信用 作为保证的 银行成对汇票呢 是银行信用和企业信用 或者叫商业信用的这种结合 好 这个题呢 就选择B了 这样呢 关于整个金融市场的 这部分知识 也就都给各位讲解完毕了啊 那么整个第20章 两节的内容啊 这个还是挺多的 那下边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 首先呢 在第一节里边 我们是讲了商业银行的 信用值 介绍了商业银行的主要职能 主要职能叫两中介一创造啊 信用中介是最基本的职能 积存发贷就是信用中介 接下来商业银行的业务呢 我们是介绍了负债资产中间业务 那业务种类的区分是需要大家重点关注的啊 然后资产里边呢 你像贷款的分类也要掌握 下边是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原则 包括三大原则 盈利性流动性和安全性啊 三大原则什么含义啊 以及两两之间的关系要清楚 存款保险制度这里边 务必要备注一个数就是50万 这个是存款保险的限额是50万啊 另外就是被保险存款的范围啊 那哪些存款不在这个范围里边呢 以及存款保险基金的来源和运用 还有偿付的情形 接下来在金融市场里边呢 我们重点掌握的就是市场有效性的划分 分成弱行强行和介于二者之间的半强行 对应的相应的信息啊 弱行的是历史信息 半强行的是公开发表的 强行的是所有的相关信息 包括公开的也包括内幕的信息 然后我们就讲了金融市场的分类 这个分类呢 是按照金融工具期限的长短来分的 可以分为货币市场啥意思 资本市场啥意思 货币市场有哪些子市场 资本市场有哪些子市场 需要清楚 然后具体的子市场里边呢 要重点掌握同业拆借市场的内容 票据市场的内容 债券市场的内容啊 好 这个就是关于第二节里边的一些重点知识啊 那到此为止呢 关于整个第二十章的两节重点知识 也就全部都给各位讲解完毕了哈 我是给大家说完了 但是你会发现啊 实际上我们货币与金融里边呢 这个考察的真的是比较细致的 虽然每一章的节是不多的哈 那么像第十九章是两节 第二十章也是两节 但是说真的每句话都是考点哈 那就是说这个内容啊 你要细掰扯下来呢 还是挺多的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啊 在老师讲的已经很细的这种情况下 你把讲义哈 听完了之后把讲义再捋一捋 然后再做做相关的题目 把这里边的知识再回顾一下 嗯 这个就可以了哈 好了 那关于这一章呢 就给大家讲这么多了 大家辛苦了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